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症眼睛大理看世界 在和大家聊中国两个话题之前 我们来看看香港的最新台风资讯 热大气旋摩蝶 9月3日下午4点增强为强热大风暴 9月4日增强成台风的摩蝶 在中午12点 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500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 时速大约10公里 更逐渐加强 香港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国仲表示 按照最新预测路径 香港4日夜晚风力将逐渐增强 更预料摩蝶有机会达强台风 甚至超强台风程度 天文台最新的热大气旋位置及路径图显示 摩蝶将会在9月6日升级成超强台风 中共中央气象局最新预测结果是 也是摩蝶会逐渐加强 9月6日下午到夜晚 在海南曼陵到广东电白一大沿海登陆 届时会有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别 而中共中央气象局预报图显示 摩蝶在星期五清晨 会达到超强台风级别 当时会在香港西南大约400公里 而巴西令媒朱塞里罗 他对9月的最新预测中 他是这样预测香港的 他说台风可能向中国、香港、澳门、韩国摘离 这些地方的高物价和经济危机可能会影响商业 增强贫困和失业 银行出现亏损 大公司面临财务问题 目前才踏入9月上旬 强台风摩蝶已正向香港摘离 看来朱塞里罗的预测恐怕将会应验 好 接下来我们与大家谈谈中国、大陆的两个话题 8月下旬以来 重庆的高温天气持续不退 多地午后地标 温度都在摄氏50度以上 部分地区还超过摄氏70度 说到这里 与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我打电话给国内的朋友 告诉他们知道 现在中共过异象的事 我特别提到重庆出现9个太阳的事 我朋友的妈妈都80多岁了 我朋友听完就去跟她妈妈说 结果她妈妈很有心 天天看着重庆的温度 那天我打电话给我朋友 她说我妈妈跟我说 是不是重庆7个太阳 难怪 看这个都是时候了 重庆还四十几度呢 天有异象 天有异象啊 这个是老天爷要收人 大家看 老人家 还是知道天人合一的 就算没看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说 她就知道观察 还可以感受到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 而且自然而然的 更加敬畏天地神佛 这样的人才容易得救 而反观中共 动点要管天管地 经常都说和天斗其乐无穷的老残德行 但想改变天意的结果通常是被斗 而且被老天爷狠狠地打面 这次也一样 为了缓解难耐浩热 重庆相关部门实施人工降雨 本以为人定可以胜天 不想龙口反絕 不但气温没降 还迎来台风级灾害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据大陆媒体报道 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 9月2日下午2点至3日凌晨2点 在重庆市内洁江、沙平坝、北培、渝北、 巴南等地17区院开展了人工增雨作业 发射高炮弹158枚、火箭弹37枚、燃烧烟24斤 作业驱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雨量0.1米至31.4米 根据重庆市气象局公布的天气情况表示 2日上午7点至3日上午7点 重庆市20个区院的70个气象观察站 出现8级以上震盛大风 其中最大风速34.4米 因为大风 不少路边树被吹倒 一些户外告示牌也被吹倒 又重庆网友公布影片说 他家的落地玻璃窗被大风刮走 据曝光的影片画面显示 一户高层住宅的落地玻璃窗 被大风吹到摇摇晃晃晃 窗门的一角被撕开 口越来越大 整个落地玻璃窗好像开罐头一样 被大风刮走 我们的窗 女屋主在影片中惊叫 她在影片中配文说 突然刮大风 出走16楼整幅窗满 感谢人工降雨 被我早一日发现 这个豆腐渣工程 这个配文信息量很大 首先她表达了人工降雨 令到的大风 之后还说明 自己家是一个豆腐渣 所以 这次受灾的 是因中共对老天爷作恶 而这家屋的品质 是中共对中国人做的恶 最后我们看看 这个都是中共造成的 这个玩意 还留在做什么呢? 重庆人工降雨 气温不但无降 反而造成大风灾害 沙平坝 北沛 如北等20个区院 出现8级以上大风 不单将16楼整面窗吹走 还将加油站吹倒 很多大树连根拔起 有些被大风吹断 私家车被压倒 很多户外告示牌 也被吹倒 地面上一片狼藉 不过 重庆市官方说 今次大风和人工增雨 作业无直接关系 据重庆气象局的工作人员说 挖大风的情况肯定是有出现 但是这个是属于自然条件下产生的 人工降雨并不会引起极端天气 大风情况是由于自然的热对流产生 而且只要你上网查询 只要是中共官媒的 必须将这个锅扔给老天爷 于是我换了一个关键字查询 我就查人工降雨 可以令到有什么灾害 这个时候 很多外国媒体的报道就紧张出现了 我在BBC中文网的文章 找到有关于对人工降雨的争议 第一点就是人工降雨 都是利用化学滞滞 这个对我们地球和人类的害处 我想就不用我说了 第二点 已经有专家开始发现 人工降雨和暴雨洪水的关系 发现人工降雨后 会有暴雨洪水发生 第三点 敲黑板 即使是不使用化学品 人工降雨 因为改变天气云层中的冷暖气流 可能形成高速的风 这个和重庆的遭遇高度吻合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2022年7月29日 北京那场最后令德州等北京周边地区被洪水浸了 惨剧的大雨是怎样来的 600年没遇过水浸的紫禁城都被浸了 这个是怎样的灾难呢 又是中共和天窦的产物 结果死的都是老百姓 这次大雨大风过后 当地网友纷纷留言说 今天还热 昨天的重庆人工降雨 今天打开重庆同城全是灾 老天爷生气了 重庆就变成这样 搞得好像世界末日那样 人家是自然灾害 重庆是人工灾害 请问是人工降雨 还是人工降灾 是不是嫌我们活得太长了 网易又吐气了 大标题写着 兆憑重庆人工降雨 除了高温没打下来 什么都打下来了 还有网友说 重庆昨天人工降雨 好像一个笑话 雨没下多少 但是狂风大作 内陆也刮起台风 将有些人的棚架 和停在外边的电动车 什么都吹得飞起 内裤满天飞 还看见有人家窗满 整块都被吹走 成功将普通炎热的天气变成门热 今天省力一体 依然43度 下面我们再看 另一个被重庆人工降雨 更加有中国特色的事件 9月2日 江苏连云港 冠云苑一名叫黄鸿海的男子 日前发影片 举报当地医院 和务员涉嫌 抢买抢买 黄鸿海说 我的爸爸因病去世后 当地医院不开死亡证 逼他先买墓地 交钱后拿到的不是发票 而是收据 据大陆媒体极木新闻报道 黄鸿海是连云港冠云苑 下车阵高河村村民 今年3月5日 他的爸爸因病去世后 他第二日去当地 白遣医院开老人的死亡证明 但医院要他先去买墓地 拿到买墓地的憑证后 医院才可以给他爸爸开死亡证明 理由是怕他将老人火化之后 乱埋、乱撞 黄鸿海说 如果没有死亡证 老人的遗体就不可以火化 他只能去镇民政办 缴纳800月毋月费 但没想到收款人竟然是 开笨状车的司机高某某 高某某收钱后 只是手写了一张收据条 收款单位是 下车镇笨状管理办公室 黄鸿海购买的墓地是公益成公务 一般都是不收钱的 而且黄鸿海向高某某索取要发票不给 因此他怀疑 这个其中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这件事曝光之后 引起热议 公众号齊佬1点 在谁规定要开死亡证明 先要买墓地 英文中分析说 医院拒绝被老人开死亡证明的理由 是担心老人的子女将老人火化之后 乱买乱撞 但实际上 这两者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老人的子女 鐵心乱买乱撞 购买墓月也完全可以放着不用 文章进一步指出 如果一些居民愿意选择更有绿色环保的殡葬方式 例如树葬、海葬等等 连墓地都不需要 因此 当地有关部门 强迫居民购买墓地 甚至将购买墓地 和开死亡证挂钩 不但不合理 而且亦是违规 众多网友纷纷点评说 活人割不动 开始割死人 手里面就是这些小权力 连死人都不放过 死都死得不起 要想快暴乱 继续作恶啦 还有网友讽刺说 这个属于阴间房地产业务 主管部门是严罗黄殿 关系到位滚绑式销售 还受不发财 更有网友说 死亡证明应该是医院开夜 假如上述情况是真 那么当地医院就是前接病人 后送入墓地 一条龙服务 好得人害怕 得人害怕的不是医院 得人害怕的也不是这件事 而是我们每天和大家说的 或者是没说的 但中共国每天都在上演 中中健健 只要中共这部杀人谋材的机器 继续运转下去 老百姓就不会有一天安稳过日子 有人问我们 中共这么坏 怎样才可以要它快快倒台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 最快捷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看懂真相 原意由内心远离中共 声明三退 中共就会越快解体 因为这就叫人心所向 好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谈到这里 希望中国人 都可以早日 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 好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